中心派出所警员郭恒佳日前成功拯救一名想要巡短的女大生 根据台南学甲警局紧急通报 说一名女子81年次跟家人吵架 情绪不稳独自跑到台东想要巡短 而且根据通联记录最后发送简讯地点 在台东市中山路与新生路附近 接获通知的警员立即前往协巡 并且在中山路上的七间旅馆找寻 好险在某间饭店的旅客名单当中 找到该名女大生的名字 并且前往找寻 那刚好这路口又有约七八家的旅宿业 那我们就针对旅宿业去逐一清查旅客住宿名单 那也很幸运的就在该路口的某一间饭店 有找到这个已是要自杀少年的住宿的名单 那我们就赶快到他的房间去 然后发现这个女子心情很沮丧 但是还没有说有太大的状况 那我们就赶快用手机去拨打给报案人 来开车到台东来接这个少女 大概在深夜12点多 就到我们台东中心派一所 那将这个少女带回这样子 接回分局之后更苦口婆心向这位女大生劝说 希望要珍惜生命 与家人的争吵只是一时 都可以透过沟通来化解纷争 最后联络家人也从台南紧急赶来台东 把这名女大生给带回家 在这里也奉劝所有的朋友 不要有亲身念头与珍惜生命 给自己与家人一个机会 相信人生会更美好 东台宣传部正会如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